劉煥宜 咱三徒通過的歡心套法 應快到國民黨和親民黨強烈的主義 主理論說 這是開民主的惡禮 宋初主到過台民也來討論 這行動是宣內的概念司令部 讓人民不安 在這個大蒜村十天 早上 總統呼籤的神奇典禮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王志兵 請憲定贏的外套 主辦單位叫他要躺下來 上風起玩家 新百姿政市長主理論 大約廣東職理會候選人 參加總統呼籤的完蛋生意電禮 但是政党時 王政兵 心想這件很重要的外套 比主辦的廣州人員認定有競選色彩 要求當地躺下來 這樣有什麼問題影響的 候選人這有什麼候選人 他跟外套倒冰情 不過他對廣州人員 大聲抗議 表達不滿 你報告我的內衣嗎 我內衣裡面要聽國旗 也不行嗎 虎前完蛋生氣吵架 也還不是這件 像有官內的民眾 逼出這種的笑聲 既然馬上就有人做出 另外一種街頭 面對選前十一天 日本以三個同歸歡心套喚 新鑑韓國瑜 全國共產總部主委的主理論 很普遍 這個法律的立法過程 形成了一個民主的惡例 那民進黨這樣強行通過 我衷心的期待 這個法不要被濫用 那國民黨痛嗎 其民黨總統好選人 宋蔥如跟風海創辦人過台面 在國府紀念館 我們先去電力後也爆風 如果現在再由民進黨的黨團 和民進黨來擔任新的戒嚴司令部 會讓所有進行兩岸溝通的 許多的鄉親人人自圍 小老百姓遭受到無辜 有被受到這種不合理的法令 所起訴的 我國商民辦公室 將提供所有的法律資源 以及所謂所有的法律費用 隨便歡迎考慮三頭 也看出國民黨 新民黨的立場是一定的